歡迎回來 建達出行探索地球 滑動探索建達奇幻世界 稍後再評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忍者龜耶 這是芭比 這個是 這個是MyVetureAnimal 這個是動物的 繪圖 看圖色 觀看視頻 又叫娛樂 故事 這是什麼故事呢 查看所有內容 喔 太棒了 正在下載 請收到 等一下喔 89 90 100 成功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故事喔 為什麼我們需要睡覺 為什麼要睡覺 邀請她的朋友 小兔子Bella 和倉鼠Hemmy 到她家來玩睡衣聚會 他們跟家裡人商量了半天 我能去嗎 可以嗎 求求你啦 最後所有父母都同意了 大家晚上可以一起玩啦 大家晚上可以一起玩啦 就是 舊子牛奶吃的些麥片 喔 哇 為什麼我們非要睡覺 Bella說 是啊 我希望整個晚上都不用睡 太好玩啦 Kate回答說 他們偷偷摸摸地下床 不想讓Kate的媽媽聽到 然後又開始玩 又開始玩 小兔子可以睡十三個小時 有各種各樣好玩的遊戲 洋娃娃 泰迪熊 各種裝扮 一整個玩具廚房 由於現在是偷偷摸摸的 似乎更好玩啦 世界上最早的玩具是 棍子 溜溜球洋娃娃和抽陀螺 那我們再看一下 過了一小会兒 Kate開始打哈欠 開始時 打了一個又一個 然後一個接一個 你還好吧 Bella和Hemmy問 我沒事 Kate帶著困境說 小姑娘們 開始玩一個羊毛球 彈來彈去 扔來扔去 毛線開始散得一屋子都是 這個時候 Kate真的覺得好困 眼皮越來越重 看啊 她快睡著了 Bella沒注意到這一點 還是把球扔給她 Kate現在可以說是 站著睡著了 根本看不見球 啊 Kate小心 Bella和Hemmy一起叫起來 但是太晚了 球打中了Kate 把她弄醒了 哎呦 她叫道 門打開了 怎麼這裡一團枣 Kate的媽媽 來到房間裡 看到了 鏟在一起的毛線 是我的錯 Kate打著哈欠說 哦 我不想睡覺 哎 小姑娘們啊 Kate的媽媽 把她們帶到床上 說道 我們都是需要睡覺的 這是為什麼 Kate問道 是這樣的 在每一天中 白天有各種各樣的事兒 你的大腦 會把這樣那樣的信息寄下來 小姑娘們現在又上床了 正在認真的聽 這些信息 有些是相互關聯的 而另一些是無關的 所以沒那麼重要 一天結束後 你覺得需要睡覺 這是因為大腦 用來保存這些記憶的地方 都快滿了 那麼 當我們睡覺時 我們的腦子也會休息 哈密文 並不完全是 我們的身體 毫無疑問在休息 但在晚上 大腦實際上非常活躍 因為大腦 需要分析白天收集的 所有信息 然後 把重要的信息記下來 把不重要的信息丟掉 接下來 大腦把這些強化的記憶 轉移到另一塊 叫做長期記憶的空間 清理掉日常瑣碎的記憶 這樣才能為以後的記憶 留出位置 哦 我明白了 Bila說 她都快睡著了 大腦每天晚上 做這麼多事 真是太神奇了 Kate說 沒錯 她媽媽回答道 不過 大腦可沒辦法 幫你清理這些毛線團 她媽媽笑著說 明天早上 你可得自己清理這些 謝謝 我們聽完這個故事了 所以我們每天睡覺的時候 大腦就幫我們整理這些東西 不過 弄亂的玩具 還有毛線團 就要自己清理囉 滑動查看所有內容 的 和 拍攝 明天 有 有 有